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发生在台中市的一间民宅 施工中却意外造成了警铃的两层楼高民宅应声坍塌 除了获救的男子目前还有两个人受困 正在紧急的前往救援 而现场是弥漫浓浓的瓦斯味 也有瓦斯公司的人员到场协助 避免后续的外泄 台湾刚历经了一波健保药费调涨的攻防战 原本预计4月上路也可能要跟着急诊的部分负担 一起延到7月来实施了 未来不论是病情的轻重 只要您是到医学中心来挂急诊 部分负担费用都是750块钱 如果再加上挂号费 药费负担等等 可能就会突破1000块钱了 民众受众伤定义时间网级侦炮 不过最快7月开始 急诊部分负担行至上路 从原本的减伤分级改为定额制度 费用可能会调账 有些人他也许初期减伤分级是比较属于后面的 可是因为他本身的疾病的关系 他住院之后 他可能他的严重度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东西来做区隔的话 不见得是公平 在诊所地区医院部分级采定额制度后 部分负担维持150元 区域医院从300元增加到400元 医学中心则是从450元增加到750元 第一级的这个紧急的 这个减伤是收300 如果是非紧急是收800块 两者的差距就会高达500块左右 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造成就是说 民众对于这个急诊的减伤的这个分级 可能就会斤斤计较 另外一般药品费用也有变动 像是诊所地区医院上限200元 区医院医学中心上限300元 恐怕影响不少民众 医亚东音乐为例 一个月急诊至少有9000人次 那急诊公司有部分是因为特殊时段 也就是假日列间门诊 民众苦无就一之处 而导致于冲击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还是要建议健保署应该要从根本来进行改善 尤其是偏乡地区假日没有诊所可看 民众必须到大医院求证 可能加重经济负担 政府可能要针对偏乡地区的民众 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措施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避免偏乡的民众 在假日期间因为没有基层诊所 而一律要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个财务上的一个障碍 透过医疗院所的定额差价落实资源分布 避免民众过度依赖医院 消耗医疗资源 也能减少不必要的乙病纠纷 大爱新闻牛书屏 叶宜林台北报道 国际消息天主教宗方济各因呼吸道感染 昨天住进了罗马的医院 教廷特别发表声明 说教宗并不是感染到新冠 只是需要住院几天来治疗 正值复活节前夕也是教宗一整年当中 最防满的时期 昨天他在住院前也坚持要公开露面 为墨西哥移民中心大火丧生的移民们助导 现在全球的信众也正在为前程 为教宗的健康来祈福 宏伟外观庄严肃目 布宜诺斯艾丽丝主教座堂 不但是阿根廷最大最古老的教堂 更是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曾经担任总主教的所在 此刻信徒们都在为他祈祷 高龄八十六岁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因为呼吸道感染住进了罗马一家医院 梵蒂冈声明指出 教宗近几天呼吸困难 需要住院几天接受治疗 但并未感染新冠病毒 住院当天早上 教宗还挂念着前一天 墨西哥移民激流中心的火灾罹难者 复活节到来前是教宗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 形成几乎满党 但他因为膝盖不适 近几个月都以轮椅待步 2021年曾经动过手术的结肠问题 也在今年1月复发 教宗之前曾表示 若健康状况恶化 希望能追随本堵十六市的脚步 主动辞职 但信徒们仍希望他尽快康复 继续启发善念 大爱新闻 江玉挺编译 说起全球的药物荒 土耳其已经到达了危急性命的地步 主要是货币里拉大幅贬值 药厂买不起各种的进口原料 导致在土耳其已经有高达700种的药物 统统短缺 就连常见的抗生素 感冒糖浆 降血药等等 现在也是一药难求 拿着处方监领药却屡屡扑空 面对急需药物治疗的民众 药及时也束手无策 漫长等待成为目前唯一办法 土耳其政府每年会规定制药公司 依照固定汇率 进口药物或原料 受到地震影响 里拉持续大幅贬值 如今一欧元 仅能兑20多里拉 而今年土耳其将 对欧元汇率定为10.76里拉 造成实际汇差 不断扩大 土耳其药物近80%的原料 仰赖进口 高昂成本 迫使许多药厂 减产或停产 连常见的抗生素 也一药难求 对 正确 现在有很大问题 兔兵兑养 养肥养 根据伊斯坦堡最新统计 土耳其至少有700种药物短缺 随着里拉狂变 国内严重缺药问题 恐怕短期内暂时误解 待新闻王家正编译 午餐时刻想要游昏转速 有多种中继的选择 好比像是不伤害动物 藉由提取细胞 做成的实验室培养肉 澳洲有新创公司 萃取的是远古生物 长毛象的DNA 做出了一颗实验性的肉丸 并没有要投入商业的生产 而是展现了高超的创新技术 另外放眼全球 新加坡是全球首例 也就是第一个准许贩售实验肉的国家 再来就是美国了 美国FDA是去年就获准了实验肉 因为它安全无鱼 所以说可供人类来食用 不过在此同时 也有国家是做不同的做法 好比像是意大利 他们就着手要制定 要全面的禁止实验室的培养肉 说是要保护农业的食品传统 意大利政府准备要禁止的 并不包括植物肉 而是说用DNA 也就是细胞的部分 所生产的实验培养肉 为者最高可处罚 新台币折合有200多万元 主要在于希望保护意大利的传统饮食 回到台湾 2023年智慧城市展 集结了智慧医疗教育建筑 近临城市主题 有上千个摊位 要带领民众近距离 认识生活当中的元宇宙 我们叫光源宇宙 应用联盟正式成立 49家企业携手合作 成立元宇宙应用联盟 分为绿色永续 医疗照顾等七个领域 将台湾人才起居一堂 业者将数字转换成指令 3D AI 机器人都难不倒他们 现在技术成熟 只差大陆市场 中断的应用去做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更贴近市场 所以希望透过加入联盟 也有政府的支持 在科技进步之下 企业也注重环境保护 电信业者和国营事业合作 在离岛设置储存设备 储蓄500度电 供5400人使用 我们在旺安岛 有承接台电离岛围电网 这样的计划 目前正在建制 目标是在今年完成建制之后 希望在离岛的能源能够自给自足 除了使用绿能也要减碳 企业开发一站式的碳管理平台 房页主大楼渐渐找出赤电怪兽 我们会从盘查 盘查完了以后要做节能的部分 最后再取得ISO认证 根据统计空调用电占了近一半 使用智慧调节系统后 不仅减少42%的用电 也大大降低碳排 以一个5000平方米的建筑物来看的话 它每一年可以减少的碳排 大概是13.3公吨 台湾要打造智慧城市 还需要产观学同理合作 同时要做到近零碳排 更是不容易 鼓励跨产业互助 将一块块拼图结合 共创新的生活模式 大爱学院牛书评 邓英中台北报道 与海豚共舞 可不是想象中的浪漫情节 而是真真实实触法了 地点是位于美国的夏威夷 到底怎么回事 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吕一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落 我 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米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打位戏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位戏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 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全新大一句 打怪任务 描述的是 台湾在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期 台北慈禁医院的医护人员 齐心对抗疫情的故事 演员梁振群 他饰演的是胸腔内科医生 苏文林 用心揣摩医师对待病患 束手无策的心情 开拍前 演员梁振群 坐在楼梯间酝酿情绪 这场戏 他印象深刻 我们用尽的所有方式要抢救 但是已经真的找不到方法 当时打疫苗的副作用 也在同时开始发作 在楼梯间就有一点小小的崩溃 饰演的是台北慈苑 胸腔内科医师苏文林 眼看病患的生命 一点一滴流逝 却束手无策 加上还要穿上层层防护衣 对演技也是一大考验 在那样子被紧附着 然后一整天的情况下 外在这么劳累 这么热的状态 还要非常专注地 在他的工作上 大爱电视台新系打怪任务 以COVID-19为背景 当时台北慈苑医护人员 面对疫情冲击所发生的故事 演员陈玄饰演医护人员 专业医疗行为精准到位 要学习怎么插管 学习比如说要怎么抽弹 或是要怎么给他们氧气这样子 饰演护理长的陈婉婷 因为去年爸爸往生 让他特别有感触 那一天我们接到病危通知 然后从台北赶回南部 我完全不知道里面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能一直非常紧张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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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长的等待 来哦 准备正式哦 优质的演员和制作团队 加上专业的医疗棚 把医护人员的使命 透过戏剧传达让人期待 大爱新闻 张军国际宗台中报道 真切疾病情也定期在教育院上演 此际仁医会的医护还有志工 带着专业和耐心 消除怨声对于看牙的恐惧 听到钻牙声 情绪难免更紧张 志工在一旁给予护卫 在牙科诊疗语上 同时系上染色泡棉束带 安住身心 北区慈激人医团队 到桃园享誉起制教养院办议诊 光是牙医助理和志工 就有32人服务32位院友 感谢这里的志工来这里到三天 让我们的牙齿很快 很快把院童的事情 开始完成 谢谢师兄师姐 帮我们洗牙齿 定期疫症针对各种症状 也提供院生最好的咨询与依靠 大爱新闻专上美之工陈桂林 桃园报道 教育界缔结姐妹校的美谈 再添一桩 是美国加州的建基学校 来到台湾 与花莲此大附中缔结了姐妹校 一踏入校园 美国建基学校的师生 就感受到慈小的热情 有朋自远方来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一起描边 一起擦掉 再一起上车 体验不同的学习方式 请放茶 还有丰富的人文课程 启发孩子们对生命的不同体会 你不能杀生 抓紧每一个来保护 我们地球的方法和方式 所以对 我觉得那个是我学到最大的知识 可以放在我们的教室里 对面是我们的亲民 互动中建立起友好的情感 这是建基学校的校长 最想让孩子们体验的地方 到底这个机构一直在做的是什么 它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多 能够影响世人的壮举出来 美国建基学校 位在科技重镇帕罗奥图市 和慈大附中缔结第一所姐妹校 为的就是学习人文精神 以后的方向上面 我会更加多地摆放进去的 这样这个小朋友 他有能力 有方法 也知道应该这么做 同时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 以人文为本的品德教育 生活教育 学校之间的特色 可以彼此欣赏 彼此互补 让我们孩子的学习 得到最大化的学习 分别的时刻转眼到来 一意不舍到再见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 跨国共学 大海新闻 陈坑木 黄文旗 中江坡 邓明仪 花联报道 高雄慈记志工 曾经帮助一名陆籍的配偶 朱小姐走过婚姻低谷 后来她到了澳洲一清 始终把慈记放心上 现在还专程回台 把当年收购的极难救助金 全数的回捐 说要帮助土恤灾民 时隔七年回到高雄 进司堂参访 想起与母亲分隔两地 朱云隽内心百感交集 看到上年这样子做的时候 一个女儿发宏愿 笑道 很令人感动 身红心受的 因为我也是女儿 澳大利亚 水灾的 真让我第二个点感动了 现在的她 应由姐姐支援 定居澳洲工作 过去从大陆来台 历经家暴 婚姻挫败 成为单亲妈妈 苦不堪言 我带着我女儿的时候 看到那地瓜 我女儿很想吃 那不要买了 改天我们花20块钱 妈妈就可以给你 煮一锅的地瓜 我那个时候连15块钱 我都要去审 我跟她们讲地瓜的故事 她就给我煮地瓜吧 志工是她的方林 陪伴熬过低潮期 当时的我 基层上是很崩溃的 我必须要回来 为什么 在我年轻低谷的时候 秋茶师姐她有 小桌小桌 鸡堂还陪我聊天 基属安全感 就是最大的功德 她刚好住在我们家旁边而已 我们两个就是经常在一起 不断地听她倒垃圾 听她诉苦 就是倾听 不说叫直接陪伴她很简单 从很忧郁走出来工作 直到土耳其地震 她又马上去募还 经济有一些困难 可是她舍得不失 力量真的是无限大 澳洲那边我们的志工 你可以再做一个 这个可以 奇迹需要用到我 我一定要去做 我这次回来 一一拜访他们 说声谢谢 当年慈济志工 带来的急难救助金 如今朱云圈全数捐出 为土耳其赠灾 也期许自己在南半球 也能走慈济路 以同理心为妇佑带来援助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导 三月底到四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月 同时也是基督教复活节前夕的大斋期 信众们会借由降低口御 修炼身心 但体力上难免会受影响 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降低自己的活动量 不过在马来西亚冰城 却有这么一群有爱之人 他们是横跨了三宗教 基督 伊斯兰以及佛教 借由敬滩来奉献给大地 不同信仰的跨宗教合作 大家有着同样的目标 要为社区提供更洁净的环境 我们继续过40天的延期 延期是一段时间 除了教区成员和志工 也有年轻学子主动报名 身体力行爱地球妈妈 不要去选择乱丢 这样想的是我们只是一个垃圾 我们选择丢应该不会造成问题 而是久而久之也是会堆起来 也是很多垃圾出来的 以后也造成很多的问题 一直想到听到上人 在人间菩提的时候 叫我们不要空过 然后我就把握这次的机缘 来做这个净摊 然后就觉得很有意义啦 我还会再来 60多人的齐心付出 帮助社区找回属于他们原有的美丽 大爱新闻 蔡迪根 王荣海 马来西亚报道 碧海蓝天与海豚共舞 这般看似只出现在 Discovery的景象 真实发生在美国夏威夷 有30多名的游客被空拍机拍到了 他们疯狂地追逐海豚 严重违法 一上岸就遭到了逮捕 这是由夏威夷官方公布的影片 33名的游客明显感染到海豚的作息 海豚在白天的时候 虽然照常的游泳 但有一大半的大脑是在睡觉的 晚上才有足够精力觅食 夏威夷2021年就制定了新法 禁止民众在海豚周围来游泳 这群游客已经打乱了野生海豚的日常 将会面临到相关的刑责 泰国则是距离曼谷两小时车程的 考兰国家公园发生了野火 很可能是雷击以及强风导致 已经布园了救援队伍和志工来扑灭火事 也开辟了防火带 希望尽快地控制住 当地的居民表示 其实周遭的人口并不多 但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势必会受到这场灵火波及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武安新闻 感恩能不能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节目 大爱剧场白跑的约定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